这群机器人小孩在排队开脑壳 他们正在往脑袋里安装人工大脑 一只毁灭世界的机器人童子军就此诞生 嗨大家好,我是陈迷电影的阿丹娜 今天介绍一个特工小姐弟摧毁恶势力拯救世界的故事 这对举行婚礼的夫妻是一对顶级间谍 就在前不久他们还接到任务要除掉对方 可谁能想到,两人就那么对视一眼 泡沫,死定终身了 不过,两个顶尖高手的结合 必定会引起邪恶组织的关注 于是在婚礼这天,直接派人偷袭 但夫妻俩顶级间谍的名声可不是白来的 他们跑到悬崖边,纵身一跃 冲转爱的降落伞成功逃脱 从那以后他们隐心埋名 还生了一对可爱的儿女 姐姐名叫珍妮 她伸手叫杰聪明伶俐 弟弟名叫杰克 他奔手奔角胆小如数 但杰克却对一档少儿节目破坏王十分热爱 作为特工夫妻的孩子 姐弟俩每天都会接受大量的体能训练 然而某天 特工夫妻曾经的同伴接连消失 他们不得不重出江湖 两人将孩子们交给了邻居大叔后 携手并肩再次出发 直接开车重进了海里 刚一进海中 四只车轮同时伸展变成了四驱潜艇 夫妻俩准备根据指示去集合地点 但刚走出没多远 就被抓进一个海底基地 而这里竟然是破坏王节目的拍摄地点 同时 这里还是一个机器人研究基地 原来 孩子王已经被邪恶组织收买 节目中广受小朋友喜欢的卡通人物 都是被抓来的特工变的 抓这些特工的目的就是为了引出特工夫妻 因为当年夫妻俩曾参与制脑的研究 只要将制脑安装到机器人的身上 机器人除了能够拥有强硬的身体机能 还能拥有超高的智商 而邪恶组织正式建造了这样一批小机器人 现在缺少的就是这颗智脑 幸亏特工夫妻将智脑藏到了避难屋 而这边 珍妮和杰克刚刚得到爸妈被抓的预警 邪恶组织就派人来抢智脑 邻居大树此时露出了真实身份 他也是特工之一 现在大树的任务就是保护姐弟两个安全到达避难屋 珍妮带着杰克乘坐飞鱼潜艇 潜入海底 穿过危险的鲨鱼群 几天后终于来到了避难屋 杰克说 这哪里是避难屋 简直就是公共厕所 但当门打开的那一刻 姐弟两个惊呆了 这里面要吃又吃要喝又喝 还有先进武器喷射背包 吃饱喝足后 两人准备要去营救爸妈了 激光鼻翼顶尾仪 万能眼镜 装备齐全后正要出发 突然门被打开了 一个自称爸妈同伴的金毛女 金毛女走了进来 金毛女利用杰克的喜好破坏王跟他拉近关系 然后又要请珍妮加入特工组织 降低他们的界限 随后说 他们的爸妈被抓走了 必须拿出智脑才能解救爸妈 珍妮因为成为特工 开心过了头 直接就将智脑给了金毛女 金毛女拿到智脑后 立马变了脸 让手下赶快将智脑送回基地 姐弟俩展开了反击 杰克托住金毛女和其他的手下 还将金毛女烧成了秃头大骂 珍妮则拿起喷射背包去追智脑 一番惊心动魄地追逐后 成功抢回了智脑 然后珍妮飞回避难屋就走杰克 两人飞到一个儿童公园 杰克想要摧毁智脑 但珍妮强烈反对 姐弟两个产生了分歧 都生气地走开了 而这时 两个跟珍妮和杰克长得一模一样的 机器人找到了他们 尽管平时姐弟俩接受不少训练 但是机器人身上有太多bug 实在打不过 智脑又被抢走了 得到智脑后 邪恶组织开始批量复制 给机器人童子大军都安上了智脑 这样一来 他们统治世界的第一步就完成了 另一边 珍妮和杰克还是没有放弃 他们接了一辆超音速飞行器 随后动身出发 寻找邪恶组织的基地 可这糊涂姐弟 还没学会如何驾驶飞行器 向飞行器撞个稀巴烂 结果掉进了海里 更倒霉的是 碰到了鲨鱼群 好在啊 这群鲨鱼正在睡觉 哦对了 科普一下 当水中的寒颜量适合的话 鲨鱼就会聚在一起睡觉 穿过鲨鱼群 他们正好发现了基地的入口 但这时 杰克想要叙叙 珍妮让他憋着点 自己则专心破解密码门 眼看着还差一点就解开密码了 而杰克呢 也正好叙了出来 这鲨鱼受到严分的影响 直接瞪大了眼睛 成群结队的朝姐弟俩游去 幸好关键时刻珍妮破解了密码 两人逃过一劫 潜入基地后 危险更是接踵而至 被拇指守卫包围 被童子军队追击 甚至姐弟两个不小心走散 珍妮呢 调进了机器人加工厂 杰克则被关进了虚幻空间 两人又经历了一番艰难的逃生 终于来到了囚禁爸妈的监狱 珍妮用激光笔救出了爸妈 本以为就要这样胜利 可邪恶组织的BOSS出现了 他竟然将自己变成了四个脑袋的怪物 身边还跟着被烧光头发的秃头大妈 他们召唤了已经安装之脑的童子军团 破空一家人再次被包围 可BOSS没想到的是 拥有智脑的童子军 同时也拥有了自己的判断 一眼就看出死头怪物和图头女是坏人 一拥而上解决了邪恶组织 故事以特工一家的大胜利高中 这是一部专门为儿童观众拍摄的007电影 为了拯救被绑架的特工爸妈 一连串的冒险惊险刺激 五花八门的奇特发明和炫酷特效 更会让孩子们惊喜不已 好了今天的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注阿丹 下期会更精彩哦